就是在那个云端上面的第七页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尤其是那个网页上面 如果你遇到那个空白 那空白部分的话 这可能要记一下 就是斜线XA0 这个可能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蛮常会遇到的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这个replace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你遇到 你要抓的东西里面有你不要的 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而且刚好不是在左边右边 而是在中间的话 那你可以用replace 那如果你在左右两边的话 就用strip 有没有 ok strip 小瓜糊就可以了 小瓜糊就是全部都去掉就对了 他反正左右两侧的 strip 其实还有分 如果你加l 的话 就是 left l strip 跟 right r strip 就是右边 不过一般 但是其实左右 反正就是全部strip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是抓取爬到的资料 你还要再把它当成一个字串 去掉某些东西 再把它爬回来才会是你要的 因为有些东西多出来 那就会造成呢 这个你将来才处理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空白虽然也没有影响 可是你留着总是会有问题 ok 甚至将来当然还要转型 因为你要统计分析 所以你可能要再转成这个整数部分 否则的话就就没有办法完成 你要的那个这个这个结果 ok 那这个其实 那爬资料的乐趣就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爬很久还是爬不下 可能会就是茶不思饭不想 是不是 然后终于爬出来就会很开心 这个当然也是 乐趣所在 只是说这个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毕竟的话呢 你从那个有些东西 不断反复练习之后 你会越抓越熟悉 然后呢 有的时候经验累积久了 你就大概知道 这个网站大概要怎么去抓取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能就不断练 但最重要是还要找一些 你要爬取的一些网页 那网页的世界太多了 所以你也许可以找相关的行业 比如像同学就是 上次上课就回去抓那个金融嘛 有关那个汇率部分的网站 有没有汇率啊 你看全台湾银行 全部的汇率 也许你都要把它抓下来做比较的话 那当然就又是一个题目了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新闻网站 有没有 它上面的东西 我把标题拿来看一下它的顺序 到哪一个报纸 它对于某方面的倾向 可以列个表 也是就是一种爬虫的一种应用 当然后续有太多太多了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的资料都会被公开 公布在网站上面 然后网站的话 其实就是资料来源 那资料来源的话呢 你如果有办法把它快速的爬去 并且做后续的处理分析的话 那当然呢 就可以把它变成有价值的资料了 OK 那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早上我们主要是怎么把那个 单一个页面 把它直接爬 那爬的话 那目前就有爬什么 爬这个第一页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这个其实可以把这个Print这个拿掉 这个就可以 Delete掉 OK 所以其实 这个地方其实 可以借由 单一个一个的串列里面的单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 比如说可能把衍生的问题先解决掉 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写在回圈里面 那当然程式就会很顺畅就可以写出 所以其实像这个写完之后 总共的话程式基本上就只有十行啦 其实扣除掉这个开头的这五行 其实就是五行程式就可以搞定了 有没有 那底下的话基本上就是用Beautiful Super 这什么呢 Find跟Find All OK 所以你会发现 Find跟Find All 其实就已经很够用了 当然这里的话 Find All 你也可以改成Select啦 如果我觉得Select跟Find All 做出来的结果 大致上是一样的 所以哦 那个可以自己再类齐过 反正多方的去使用这些东西 其他的话就是Format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可能比较特殊的应该是这个啦 豆点4 就是每间隔四个资料 有没有 为什么要四个 因为他的蓝数刚好四蓝 有没有 所以哦 豆点4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将来呢 可以用求余数啦 其实像类似像那个 我们之前看到的 百分比 比如每四个百分比 就是求余数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各位可以再练习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所有的网页通通爬下来的话 所有的网页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有第一页在这里 那第六十页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变数 假设第六十页吧 你会发现就是最旧的 也是最新到最旧 那我希望通通爬下来的话 另外呢 我因为我们抓了说没有上面的这个蓝位名称 所以其实可以直接串在一起 为什么之前刚开始不抓这个资料 因为抓这个资料 那就会像那个之前在VBA里面又把它抓 因为VBA里面没有办法要求说那个不要 一定要抓下来 所以变成要多删 那删除变成说你要多耗一个时间 所以呢 Python里面没有这个问题 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这些东西 那我就把它避开了 所以哦 一到六 那怎么办 一到六十 你想说一到六十那我要怎么写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的话并不是说叫你哦 把上面的程式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把这个index page等于2 等于3等于4 当然你用这样的方式 全部贴完也是可以抓下来 可是问题哦 重复的程式太多了 而且将来你要维护也不容易 所以哦 这个地方的话特别特别注意哦 你就必须要用我们之前讲过 就制定函数的方式来写 那我要怎么制定一个函数哦 所以特别注意第一个哦 制定一个函数 那把什么呢 把中间这一段有没有 把它放到制定函数里面 然后呢 我把最后的结果return回来 return回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透过我的主成数去接 然后把它串接 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print出来 那要怎么做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哦 我们有一些原理原则 一 请你在那个input的这两行的下方 就是再增加一个所谓的def df 然后名称的话 哎呀叫什么 lotto好了 lotto OK 然后小刮虎里面放个p好了 这个p的话是一个page的简称 然后呢 在这个底下这些行数的话呢 你把它按个taf键 也就是说呢 底下这些事情哦 我通通呢 都是在这个function里面被执行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e改成p就可以了 不过p是一个 丢过来的话是一个数字 但是在这个地方串接 它必须是一个文字 所以我们可以先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加加两个 再移到中间加一个p 可是这个p来的是数字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转行string 把它串在中间 那另外的话呢 最后要return什么东西给它呢 return一个什么呢 s 所以我们今天也讲过 串接s s等于空的 先初始值一个s 然后呢 让它可以什么 在这边用串接 所以串接的话 我们可以拿这个print 我就不用print 我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怎么样 帮我放在s 那你可以s加等于 或者s s等于什么 等于s自己 自己本身串什么呢 串后面的东西 全部都帮我串在下面 当然你也可以用append的 不过方法很多 我自己用习惯的 你们自己也找一个自己习惯的方法 那我串什么呢 串print本身的这些东西 把print这个中间的东西 不包含刮虎啦 所以刮虎可能避开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也就是说呢 把刚刚第一页 有没有 那以后的话 如果看它输入是第几页 它就帮我把第几页的东西串 不过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 因为print本身呢 会有换行 但是串接没有换行 所以呢 一定要自己手动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 n 因为如果没有加的话 变成什么 全部都串一起了 没有换行 那不是很奇怪吗 OK哦 好 这应该我们有做过啦 而且做蛮多次的 有没有 就是那个次的串接 尤其是你要输出 到那个csv档案的时候 尤其重要 所以特别注意 1 先怎么样 外面先加一个df 名称叫什么 这个我是取叫 热透 OK哦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p的参数 到这边串接 然后底下的话呢 多增加一个s的变数 然后s就把它什么 把刚刚要print的东西 先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最后的话 记得它有一个动作 因为这一个 这个 这个制定函数最后return嘛 所以return一下 return什么 returns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把什么 把创完的东西 就把它return回来 OK哦 再来的话 我们在底下 做什么呢 做写一个主程式 就是了 for i 夜数 in range 我要 这个时候呢 我要呼叫他 然后呢 我要跟他讲说 1到61 这边61 等于是说范围告诉他 接下来的话呢 哎 我就什么 我就呼叫他 所以呼叫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什么 把这个乐透 这个 其实就是就是他了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不是放p 放个i 因为当i等于1的时候 他丢过来p就会是1 1的话就放在这边 哎 转型之后就是 indage page等于1 那就把1的抓回来了 那抓回来之后的话 会丢给谁呢 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这边有个return值 所以哦 你前面呢 要有一个东西接 我叫s2 主要是区别跟那个上面s做区别 那因为要串接在一起 所以哦 哎 这边我先初始化这个s s2等于初始一个空值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用s2等于s2自己本身 再去串什么 串那个return回来的东西 所以呢 当indage page等于1的时候 他就会return第一页里面的东西 到s2 所以s2里面的话就第一页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 缝回圈变2的时候呢 那就是抓2 那2一样呢 把第二页的东西return回来 那return回来之后就放这边 再跟s2串 串完之后再存在s2里面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好 有没有 这个这个 那理论上哦 这样的话已经全部串完了 OK 那串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print了一下 就是全部串完之后print了什么 print的s2看得上 如果s2OK的话呢 那表示什么 表示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我建议啊 如果你跑的话 建议是不要一次跑60页 我建议你刚才跑个 123 三页就好了 为什么因为你跑那么多 有时候要等很久 像我的时候 我就等到你确定OK 程式没问题 那你就全部再跑 不然的话有时候光等就要等半天 OK 这个是一个写作的小技巧 OK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有没有 三页有没有出现 有没有错误 看起来好像 没有问题 有没有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再来的话就是60页 全部OK了 60页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边改成61 这样的话就1到60页 全部通通通下来 全部哦 看一下 不过其实我觉得还蛮快的 不过还是要跑一下下 OK 至少比你人工作业快太多了 有没有 2004 1月5号 但其实你会发现 像这个格式非常怪 这根本不像是日期 也不像文字 这很奇怪 不过算了 这以后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你就是把它再修正一下吧 OK 看把它改成标准的日期 格式或之类 然后后面的话呢 总共就有7个号码 只是说呢 这些东西呢 最后我们还是什么 需要把它存起来 否则的话 如果你print 看到然后呢 看到没办法用 所以怎么办呢 你总共能复制贴 再贴到Excel里面 那没意义嘛 所以怎么样 最后的话 把它再存档 或者是说呢 把它再什么 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有没有 也许你可以在结合之前讲的 就是建立那个资料库 有没有 那一样嘛 反正动作都标准 所以有时候我建议各位就是把那个饭本留下来 因为做来做去都一样 有没有 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资料库 那不就是那些动作嘛 也许先建资料库 再建立一个标准 也许先建立一个标准 也许先建立一个标准 然后 要许先建立一个标准 总共有七个号码 加一个日期 所以有八个栏位 然后就许先建立一个标准 进去 这些东西就会都在资料库里面去的 不过 看用途啦 那我们待会的话就是什么 再把它什么 存成CSV 然后让Excel可以开 那Excel可以开好处就是 我如果要做后续动作 像我刚刚算它的统计 它的几率有没有 跟它的排名 那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汇出到Excel做 有时候会比较快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什么 分工合作 所以这个地方就教各位什么 分工合作的这个使用方法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所以刚刚重点哦 有几个 E 把刚刚这一些程式怎么样 如何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一个制定函数哦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说真的 要一次做对哦 没有错误哦 可能要练过 不然的话 这应该没问题吧 这我都有写过吧 Return哦 OK 然后再到底下写一个组程式 大概是这些东西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那你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最好不然就自己写的 要不然就是自己在 拿那个我云端放 我云端上面呢 也有中间那一段哦 你们就可以先抓第一页 然后再把它所有页面呢 通通抓下来哦 所以哦 这个也可以拿来当范本 因为以后呢 网络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 它都是哪一页到哪一页 甚至有的到几千页 几万页都有 你就按照顺序 所以它的网站呢 如果一堆东西有没有 你会发现规则都一样 有没有最新消息 比如哪家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些什么什么相关的讯息 它的逻辑都跟这个一模一样 一定用get 你就可以类似用它 比如它发布的东西 那就可以把它抓回来 然后丢到csv 或丢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将来如果你要查的话 就很快可以查询的到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逻辑大体上都雷同 OK get的方式 试一下哦